如果你走在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多伦多的街头 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在电线杆上看到一则这样的广告 他会写着想得到我的财富吗 想要的话拿去吧 只要你生的孩子足够多 这说是一个广告 其实呢 这句话是来自一个人的遗嘱 这个人把巨额的遗产作为诱惑 公然挑战人类生育的极限 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育竞赛 让多伦多的女人们都开始争先恐后的生孩子 那么这场竞赛的意义在哪呢 这个写遗嘱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是谁呢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查尔斯米勒 他来自加拿大 出生于1853年 这个人从小就聪明好学 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在大学毕业以后 他成了一名律师 虽然出出茅庐 但是凭借惊人的智慧和敏锐的头脑 他帮助了很多人 打开了知名度 没多久就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不光在法律方面有很大的成功 在投资方面他也有出色的眼光 在30多岁时 他就收购了大不列颠比亚快递公司 还投资了赛马和啤酒行业 几轮投资全部大获成功 让他成为了百万富翁 要知道那个时候是19世纪末期 19世纪末期就成了百万富翁 可以想象他的能力是有多强 好像每一个天才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这个查尔斯也是一样的 外表看起来他是一个成功的律师 是一个商业精英 是一个出色的投资人 但实际上他非常顽皮 非常喜欢去搞恶作剧 喜欢开玩笑 即便已经到60多岁了 他还是喜欢偷偷的躲起来 再忽然跳出来 吓人一跳 别人被吓到了 他就会哈哈大笑 有时候他还喜欢用恶作剧来考验人性 他经常会把一张钞票放在大街上 自己呢 藏在附近的咖啡馆里 一边喝咖啡 一边观察 谁会偷偷的把钱装进口袋里 有时他会看到一些乞丐 为了这张钞票而大打出手 所以说他是一个喜欢观察 同时也是一个同心未敏的人 就连他的死亡也充满了戏剧性 1926年10月31日 这天是星期天 查尔斯仍然来到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上班 当时他正在和客户谈事情 查尔斯看着眼前的文件 忽然就倒在了椅子里 一动不动了 就这样 他戏剧性的死亡了 后来法医查明 他的死因其实是心脏病发作 一时间 百万富翁查尔斯的死亡的消息 被迅速传开 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 不过 其实大家关注的点 并不在于死亡本身 而是他的巨额遗产 该如何分配 因为查尔斯没有妻子 没有儿女 父母也早就去世了 所以按理说 没有人有资格去继承他的财富 而就在大家对遗产的继承权在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份遗嘱的出现 让所有人陷入了疯狂 这份遗嘱是在查尔斯的家里发现的 它很有趣 与其说是一个遗嘱 倒不如说是一份清单 总共写了十条 每一条都把自己遗产的一部分送给某些特定的人 但是其中的很多内容却充满了讽刺和恶作剧的味道 我们不妨先来看前三条 第一条 把亚买家的度假别墅送给三名律师 第二条 把啤酒公司70万美元的股份送给一些符合特定条件的人 第三条 把赛马俱乐部的股份送给三名素不相识的人 单从这三条的内容来看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无非就是分一些财产 但是当人们找到了这些被指定的人以后 发现查尔斯真的是太坏了 咱们逐条来看 第一条 把亚买家的度假别墅送给三个律师 这三个律师分别叫高尔特 蒙格玛利和哈夫森 这三个人 他们分别是三家不同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互相都认识 但是他们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死对头 这三个人每天为了客户争得你死我活 基本上见面没有和平的时候 可是查尔斯却在遗嘱里要求 如果这三位都想得到别墅 那么必须要三位全部都自愿的住进别墅里 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后 这栋别墅才正式成为这三个人的共同财产 至于这个别墅他们仨怎么分 那就不管了 这是第一条 咱们看第二条 把啤酒公司70万美元的股份送给一些符合条件的人 什么条件呢 首先必须是多伦多当地的新教的牧师 其次必须要参与啤酒公司的管理 满足这两条就能够得到这些股份了 这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 但是有趣的是 他指定的人是新教牧师 可是当时牧师是不能喝酒的 而且牧师也反对在社交场合喝酒 而且与此同时 啤酒公司之前的管理者是一群天主教徒 而天主教和新教互相看不上 不对付 所以说查尔斯他定了一个这样的条件 很显然是一个恶作剧 不过最终的结果是 有很多牧师见前掩开 抛弃了自己的原则去争夺这份遗产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查尔斯把赛马俱乐部的股份送给了三个陌生人 其实就等于说 是把自己的赛马俱乐部整个的送给别人 这三个人分别是威廉尼尔 赛米尔乔恩 以及阿贝奥本 但是要想获得这个赛马俱乐部 条件是他们必须持续的持有这些股份三年 三年时间一到 俱乐部就归他们三个人所有 然而讽刺的是 这三个人当中的前两个他们都是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 一直在极力的反对赛马 认为赛马是对马的一种摧残和伤害 把赛马俱乐部的股权交给他们 三年内还不能卖 这无疑让他们非常难受 而三个人当中剩下的第三个阿贝奥本 这个人之前也开了一个赛马俱乐部 但是后来呢 查尔斯他投资的这个俱乐部开张以后啊 这个人的俱乐部直接被挤得破产了 还被搞得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所以这个人对查尔斯那是恨之入骨 而现在呢 查尔斯竟然在遗嘱上要求 让他来继承自己的赛马俱乐部 不知道这个人他会怎么想 而最终的结果呢 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前两位动物保护主义者 他们真的就持有了三年股份 就这样生生的忍受了三年 接着三年一到 他们竟然直接把股份给捐出去了 继续反对赛马运动 不过第三位就不一样了 虽然查尔斯搞得自己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但是他却没有跟钱过不去 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股份 过上了滋润的小日子 所以说啊 查尔斯的这个遗嘱表面看上去没什么 但实际上充满了讽刺和恶作剧 压根就没有一条是正常的 然而真正让大家陷入疯狂的 还是其中的第九条遗嘱 第九条是这样说的 我剩余的其他的所有资产 全都交给我的管家和委托人 由他们继续进行投资 直到我死后的第九年 把所有这些财产转换成现金 并在之后的第十年 把所有的钱都送给多伦多 在这十年中累计生孩子最多的母亲 简单点说 十年之内 谁生的孩子最多 就可以得到查尔斯的所有遗产当中 剩余的这部分 而这一部分 其实也是最多的一部分 当然了 如果有人生的孩子一样多了 那么这钱就平分 查尔斯把这项活动称为 送子鸟竞赛 在最起初 这份遗嘱被发现的时候 查尔斯的律师朋友们 都认为这也是一个玩笑 但是在认真阅读之后 他们发现查尔斯其实非常认真的 看来这表达的就是他的本意 于是只能按照要求 给他操办流程 当地的各大报刊媒体 在得知以后 也全都炸开锅了 一时间头版头条 全都是这份遗嘱的新闻 引来了巨量的关注 甚至还有一些外地人 专门把户口迁到了多伦多 就为了参加这个生孩子的活动 为了得到这份遗产 其实当时大家这么疯狂 和当年的时代背景 有非常大的关系 查尔斯死于1926年 而1929年紧接着就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 历史课本里面那句很著名的话 资本家把成统的牛奶倒进河里 就出自这段事件 当时在加拿大的失业率高达19% 从1929年到1933年 多伦多的总收入下降了四成 很多家庭需要靠政府救济 才能生活下去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查尔斯这条遗嘱 竟然就成为了无数家庭的救命稻草 当时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认为的 直到很多年以后 他们才发现 这份遗嘱 其实是查尔斯 对那些追名逐利的人们最大的讽刺 因为这份遗嘱 为了钱 他们将会承受无比沉痛的后果 其实在当时 也有人站出来质疑 说这份遗嘱是否违背伦理道德 毕竟他提倡让人们疯狂的生育 而做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钱 甚至一些学者对遗嘱提出指责 认为他会鼓励和促使女性 迅速生育孩子 打破正常的规律 一些社会学家也提出 说这样会大大的增加婴儿的死亡率 于是当时有人去法院申请认定 这条遗嘱是无效的 但是法院最终并没有支持他们 认为这遗嘱应该是成立 而且合法的 于是从那之后的十年里 多伦多一派生机勃勃 尤其是那些因为经济危机失业的人们 他们失去了工作和收入 就全都在家里拉上窗帘 开始哼哧哼哧的造小孩 这笔钱确实也是巨大的诱惑 想想他可是百万富翁 这笔钱又是最多的一笔 那怎么说也得有个好几十万吧 这数额巨大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这十年当中 这笔钱还会被查尔斯的委托人 继续再去投资 以前赚钱赚来更多的钱 而这些钱最后都是那个获胜者的 可以说只要是孩子生的够多 那后半辈子可能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生育竞赛 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但是生孩子 那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 把它当成一种竞赛 是非常残酷的 当时很多夫妻都在研究 如何在十年内生下最多的孩子 我们想 怀胎十月 就算是接连不断的生 十年 好像也只能生十二个 但是这种算法 直接忽略了生理期 哺乳期等等一些必要的生理阶段 那么如何能尽可能的去节约时间 就成为了夫妻们的首要的难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 在一次生育之后 要想再次怀孕 就必须保证不在哺乳期内 因为在半年多到一年的哺乳期内 女性不会排卵 也不会月经 自然就无法怀孕了 所以一些夫妻为了争取时间 会提前中断哺乳期 或者直接不去喂母乳 可是即便中断母乳 能够加快怀孕的速度 但如果子宫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恢复 那即便怀上了 也很容易流产 同时 早期的流产 还是悄无声息的 连孕妇自己都无法察觉 这又会耽误很多时间 而且其实不光是母亲 当爹的也不容易 除了照顾母亲 他们自己还得时刻养精蓄锐 把精子质量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毕竟如果母亲一次性的排出了 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卵子 而他们的小蝌蚪们又非常努力 同时让他们都受精了 那么一次怀个双胞胎 三胞胎四胞胎 那直接就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就这样 在多伦多的无数对夫妻奋斗的过程当中 十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最终有八位母亲进入了决赛圈 最多的母亲生了十一个孩子 这个数量是非常恐怖的 毕竟按照怀胎十月的算法 即便没有各种生理周期 也只能生十二个 而后来调查发现 这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 其实都极度不负责 尽可能的早产 尽可能的避免各种生理期 最终导致有四个婴儿 直接是死胎 只能算是七个孩子 还有很多母亲投机取巧 明明不是在多伦多生的 假装是在多伦多生的 明明是婚前生的 假装是婚后生的 明明是和前夫生的 假装是和现任丈夫生的 甚至有的丈夫被绿了 竟然因此不计前嫌 继续一块生孩子 这些全都被取消了资格 而最终能获得遗产的 有四位 他们每个人都生了九个孩子 平均每人分到了 12.5万元的遗产 12.5万 这在三十年代 还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 那么至此 这场历时十多年的生育竞赛 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生育竞赛结束了 有四个家庭获得了巨额遗产 但是获胜者也只有这四个 那剩下的无数的家庭 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境地 更何况 他们往往还都是贫穷 这些家庭不仅得不到一分钱 反而多出了好多孩子 对他们来讲 这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在随后的几年里 这种恶果逐步显现 由于没有钱 这些可怜的孩子们 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 无法享受温饱的生活 数十年后 很多都成了混混 这是十足的悲剧 直到这个时候 人们才开始思考 查尔斯在当年立下这条遗嘱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然而遗憾的是 由于他没有后代 也没有留下一些著作 因此背后的原因 只能由大家猜测了 其实和许多犯罪行为是一样的 这些家庭 他们不计后果的疯狂生孩子的根本原因 就是贪婪 就是为了钱 这种比赛的设定 俨然让女性和孩子成为了赚钱的工具 对查尔斯来说 也许他是有意为之 希望人们以此意识到 这背后存在的陷阱 意识到每一次生育 其实都是创造生命的伟大过程 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宝贵的能力 是文明延续的根本 而把它作为赚钱的工具 将会是最愚蠢的行为 只可惜 查尔斯这样的天才 毕竟是少数的 大多数人往往在跌倒之后 才能学会成长 这可能是查尔斯的纰漏 也是直到今天 我们都应该吸取的教训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了